24号晚上,六天警察自行协定会基盘中队长和团队的交接电力 其中,立宿党是有现任的失卓元年龄 中队长和团队长是有张政务和黄东龙家人 现场也来了很多贵宾,为交接电力衍生就好 在众人的祝福之下,六天自行协定会是来进行中队长和团队的交接 作为警察这一天十多年的失卓元,当年过的中队长和理事长 这次在众人的理事长,以表现未来的企业努力为警察这一天尽出最大的好力 三任的中队长跟一任的理事长,这是第二任 在这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所有警察志工 对所有张华信各派出所、移分出所的支持 我们警察志工协定会耿着本会的当作警察志工的后盾 尽量为这些警察志工创造最大的福利 警察这天平时协助警察进行很多活动的勤务 这次协定会高价六天分教也特别将来感谢各位这天 我们鹿港分局刚好是在古迹区,那平常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多 因为警力有限,名利无穷,所以我们鹿港分局有一支最强大的志工中队 来协助我们各项活动的一个进行 那在活动进行当中也提供了多未免服务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这些志工同僚 那刚好今年我们的志工座队长还有我们的团长 我们做了一个更替 那我们的理事长施卓源就跟我们这些新任的干部 我们就办理了一个志工中队的一个联谊餐会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联谊餐会 来让所有的志工再跟我们紧密的在一起 县城市来到很多鬼兵为高价电力现象之后 马基台地理事长会堂尿几下,县城市会会发展更好 新中华新闻创中签六甲彩虹报道